转转战台北市引发破坏民进党布局争议 苏贞昌低调不露口风 今天不会接受你们访问的啦 参选大台北市长的民调胜过苏贞昌 好人兵信心满满 当着马英九的面自称前人 周西伟表达弃选新北市的不满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前人重述 后人成良 我们做前人就好 国民党连施六席民在 金骨葱能力受制宜 小刀大概是太久没用了 有点深锈 台湾元宵灯会在嘉义点灯 垂散发灯吸引了上半民众提报会场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民众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在晚间我们带您共同来关注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先带您来看台湾年底所谓五都选举的话题 民进党四大天王之一的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 传出可能在这几天就会对外宣布参选年底的台北市长 消息曝光之后 今天就有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开记者会 敦请苏贞昌参选 只是也有台湾媒体指出 苏贞昌参选台北市将打乱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布局 那么对此苏贞昌今天非常的低调 什么都不愿意透露 要选台北市还是新北市 外界再等苏贞昌亲口给答案 他却一派轻松 一大早带妈妈到公园赛新 今天不会接受你们访问的啦 谢谢啦不要谈 有跟主席约 今天主席比较没有空 那要去花莲 再约明天看看 其实蔡英文已经取消花莲卸票行程 蔡苏会面桥五都 不知道会不会提前登场 但台北市议员已经等不及 苏贞昌变速到 求求求求 苏贞昌如果能够代表民进党 来参选台北市长 有可能改变 大家认为蓝绿结构稳定 而且牢不可破这个现象 对清北市民进党籍的议员 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啊 毕竟谁都希望有一只强而有力的母鸡 带领着我们攻城掠地啊 台北县台北市上演抢苏贞昌大战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更大动作公布民调 发布苏贞昌由希昆合作迎战双城 苏贞昌所谓的双城战略核实启动 得先经过一番党内决力 据报道 如果苏贞昌先插齐台北市 蔡英文 谢长廷 游希昆等就只能被迫备战第二职员新北市 根据民调显示 除苏贞昌之外 其余绿营天王出征新北市 都是吃力不讨好 形同跳火坑 外传苏贞昌这几天就会宣布参选台北市 想速战速决 但党主席蔡英文希望党内提名按部就班 明显有战术上的差异 好 接下来要带您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李先生您好 您觉得苏贞昌阵营为什么要突然放话转战台北市 而他这样的动作到底会对民进党五都选举布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苏贞昌的看法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新北市就是过去的台北县 他曾经在这里执政 执政了两任 执政了六七年 那么所以他的版图并没有变 那么人口也没有变 那么他在地方上也留下了一些问题 如果他选得上 人家不会认为是他的功劳 但是如果选败 那么他的政治前途就要从此结束 所以他对于选新北市并不是愿意 那反过来呢 如果选这个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是台湾的 这个南军的四分是最大的地方 第一个如果他真的选胜了 那么这个他将变成一个神话 那么所以呢 他那个时候在民进党只求胜的情况之下 他往上选2012没有人敢跟他招架 第二个他如果说他没有赢 但是他这个选票赢过上一次谢章亭 而且这一次呢改制以后台北市会多十个议员 如果在这多了十个议员中呢 民进党呢能够有收获 能够比以前的席市高 然后他选票能赢过上次谢章亭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呢如果再加上他掩护台北市 然后民进党拿下三席 声势大帐 然后他在北市呢 又能够比以前的票更高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2012呢 那么可能可以也是呢 非他莫属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想到就说 选台北市比较好 我们过去讲说苏贞昌第一志愿是选2012 第二志愿选这个选这个台北市 第三志愿才是选新北市 那么如今如果说苏贞昌在这一次五都选战呢 如果没有参与的话 那么变成说他没有功劳 那么他很难问顶2012 所以呢 他必须选择的话 那当然呢 他是选这个选这个台北市 那么蔡英文是想说苏贞昌选台北市 那么谁去选新北市呢 那如果新北市丢掉的话 那可能呢 蔡英文在过去几十丈呢 都打胜了这个战机呢 就将会就完全就是说 就会功亏一篑 所以呢 蔡英文当然呢 他的想法呢 跟苏贞昌呢 是不一样 不过苏贞昌呢 已经抢先决定呢 要选这个台北市了 那所以现在呢 应该是蔡英文头痛 到底新北市呢 派谁出来呢 才能够呢 打胜朱立伦 好的 谢谢林先生的分析 那么针对苏贞昌布局台北市选战 今天台湾联合报的一则评论文章认为 苏贞昌选台北市 必然使蔡英文选新北市 升高了压力 这当然也是苏贞昌 苏主蔡府的布局 蔡英文现在称 打死不肯 自然是对超越现实的历史走向 有所想象 苏贞昌选台北市长 以2012选举为目标 这是迫于情势的逆向操作 形同刀口填写 只是为了送苏贞昌搭上那一班输赢南补的2012选举末班车 民进党会不会跟着逆势操作 而蔡英文又会不会跟着刀口填写呢 外界都等着看 不过苏贞昌要转战台北市 除了民进党内部要协调 恐怕还得面对来自民意的挑战 有台湾媒体公布的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同样参选台北市 国民党的郝农 获得37%的支持度 而苏贞昌只有31% 对此郝农显然心情非常的好 但是也强调他将全力以赴拼选战 台北市大家长郝农满脸笑嘻嘻 躺不住好心情 因为根据媒体最新民调 2月上旬苏贞昌还小赢郝农三个百分点 没想到在明代补选后 国民党不佳的战绩 反而激起蓝营民众危机一时 郝农滨以37%的支持度小赢6% 苏贞昌短短不到一个月支持度下滑一成 我会全力以赴 可是现在的民调起几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苏贞昌先生他对选民说明 他在台北市服务的诚意跟决心 我个人并不适合来对他帮他做说明 郝农滨嘴上说不在意 但又间接点出 苏贞昌意在问鼎2012无心事政 因为有媒体传出 他的可能对手苏贞昌 最快在这个星期宣布角逐台北市长 还提出一套台北市新北市联合造势 拉抬选行的双程战略 就是苏贞昌自己挑战难度最高的台北市 新北市人选由党主席蔡英文强棒出击 或者是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谢长平 甚至是明代操盘二连胜的党秘书长苏家全出马 我们本来就预期苏贞昌会到台北市来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有所谓的双杀策略 让他在新北市跟台北市 我们都有必胜的把握 应对绿营可能的双程战略 好龙斌抛出双杀策略 就是要让苏贞昌不论在新北市或台北市选 都持下败仗 并透过五都策略联盟 与朱立伦携手合作 而根据好龙斌的幕僚透露 这双杀策略其实还有更进一步的战略思考 全力封锁苏贞昌今年北市政选 邪气势参选2012的可能 因此国民党将用重兵 强打台北市选战 拉大胜负差距 让苏贞昌重蹈当年谢长廷 连连败选的结果 选战开始以后 任何候选都会全力以赴 拉大差距 我也会朝这个方向来做努力 随着五都选战时辰逼近 好龙斌进入战斗位置 就等在对手上阵 打一场台北市长保卫战 面对台北市选战 好龙斌信心满满 而原本曾有意参选新北市的台北县长周西伟 就显得有一些失落了 因为尽管在国民党中央的协调下 周西伟日前自行宣布退选新北市 但是他似乎还是有一些无法释怀 因此当马英九昨天晚间到台北县平息参加天灯节时 周西伟在致辞时就语带玄机的称 自己是前人重数 让后人乘凉 让现场的气氛一度有一些尴尬 马英九台北县长周西伟 共同点燃这盏写有力量新生拥抱台湾的天灯 在夜空中冉冉升起 现场气氛很祥和 不过几分钟前可不是这样 大家都能够很和气 大家都能够很礼让 大家都能够互相帮助好不好 马英九挤出笑容尴尬拍手 显然是听出嫌迈之音 只不过周县长还没说完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前人重数 后人乘凉 我们做前人就好 退出新北市选举似乎让周县长耿踪于怀 对此马英九并没有多做响应 到时现场记者不死心 追着马英九打破砂锅问到底 马英九低调不回忆 不过从两个人的互动看来 似乎还算融洽 平息天灯节是台湾三大元宵灯会之一 马英九亲自报场点灯 也希望党内为了五都选举的纷纷扰扰 随着天灯穿空就此停歇 针对年底五都选举 蓝绿阵营积极布局 只是在一二月份 国民党已经接连输掉了六席明代 而这些都是在国民党秘书长金浦聪上任之后发生的 这让蓝营明代们很担心 败选效应会不会冲击到五都之战 甚至有人还说金浦聪这把金小刀似乎有一点生锈了 而在绿营方面也是展开了强力的攻势 担心败选骨牌效应发酵 国民党民代各个开始急了 尤其是新北市的民代们 周立伦他虽然有一个确定说 他会参前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市长 不过我们看不到他的席业 我们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这个责任性里边 心情非常沉重 因为在前段日子里边我们看到几个动作 有那种这个失魂 小刀大概是太久没用了 有点生锈了 连蓝军明代都说金小刀生锈了 还说就算空打形象牌 没有深耕阶层也没用 因为金浦聪上任党秘书长之后 国民党连书六席明代 从1月9号的桃园台中台东 输到这次的新竹桃园和嘉义 明代败选也冲击五都之战提早运作 我跟胡市长这个礼拜会见面 那我们会两个见面当面谈一谈 国民党这头低头检讨 而明代席次一口气增加到33席的民进党 马上展开强力攻势 明代潘孟安更提出所谓领土变更案 声称要将所谓领土明确化分为 台湾本岛 澎湖群岛 金门 马祖及其附属岛屿 潘孟安说这样才能切合现实 与所谓社会认知 贴近人民情感 尽管潘孟安一再强调此案绝对无关意识形态 但台湾媒体分析 潘孟安这个提案其实并不只是要变更所谓领土 根本就等于要变更台湾的称谓 要说没有意识形态牵涉其中 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好 后来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海峡新干线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元宵灯会在嘉义点灯 垂散发灯吸引了上万民众几报会场 获得央视虎年春晚歌舞类一等奖的小虎队 再次亮相央视元宵晚会受关注 千万不要眨眼睛 因为事情大真的很快 神奇魔术精彩表演 刘仙在登央视舞台身价翻倍 经常给学生服用聪明痘 这所谓的聪明痘 竟然是三级管制药品利他能 利他能通常用来治疗多动症和嗜睡症 正常人服用会产生各种不良反应 甚至上瘾 安心班老师为何给托管的学生 为食管制药品 学生家长治小后又会作何反应 敌敌就在台湾故事会 敬请收看 欢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昨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台湾各地举办了各种活动来欢度佳节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灯会在嘉义登场 肖万常亲自主持点灯仪式 老虎形状的主灯在灯光烟火的衬托下 显得非常的美丽 灯会的现场更是吸引了将近上万名的民众 前往上登 美丽烟火奔向夜空 今年台湾灯会由小岸场主持点灯仪式 十九公尺高的老虎主灯 福林宝岛 从身上透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现场美丽烟火 还有磅礴的音乐 衬托下 真的很漂亮 今年台湾灯会相当特别 主办单位设置的灯海迷宫 还有专为小朋友打造的恐龙灯区 还有从大陆江苏来的六组花灯 浓浓的中国风 特地从内利到该义欣赏台湾灯会 28号正式起跑台湾灯会 一直到3月7号晚上结束 每个晚上都有灯光烟火秀 要让民众进去感受花灯的美 随着两岸交流日益密切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 也来到大陆过传统佳节 台湾偶像组合小虎队 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因为获得了央视虎年春节 联欢晚会歌舞类节目的一等奖 昨天晚间再度受到邀请 在央视元宵晚会亮相 现唱一曲星光依旧灿烂 神神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元宵姐快乐 央视春晚的期间限定不出 法商务队推上了事业第二春 一再聚首货班歌舞类一等奖 再登元宵晚会舞台 星光依旧灿烂 只是依旧没有改变 有了泪和汗 才能吸尽灵和悲欢 虽然三只小虎已经年进不惑 但是偶像魅力依旧不减当年 小舞队选择了不需要排舞的曼歌 星光依旧灿烂 台下观众还是很捧场 风雨过后 你依旧无限 你永远都是我的追求 永远都是我的开始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自从小虎队在春晚亮相 带给越来一年唱片销量 越来越火爆 不苏一线的天往天后 该位团员人气更是 我不让 结成了今年央视春晚的最大人家 解散多年的台湾组合小虎队 所以凭借在央视虎年春晚上的精彩表演 又再度走红大陆娱乐圈 而春晚捧红的台湾明星 还有魔术师刘谦 刘谦在去年的央视牛年春晚上首次露面 神奇出彩的表演立刻让他名气大增 那么今年呢 他在央视虎年春晚上又有精彩的表演 持续的高人气 也让他在昨天晚间参加央视元宵晚会的出场费 高达三百万元新台币 在中文的注目下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被锁紧的螺丝帽 自然自己慢慢分开 还有这个 刘谦只不过朝戒指吹了口气 三枚戒指自然欢欢相扣 刘谦又一次获得大陆观众的掌声 连续两年上央视春晚 刘谦的身价水涨船高 这次他登上元宵晚会身价又创新纪录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短短十分钟表演三个魔术 就进账台币接近三百万 比起去年上大型节目的一百五十万价码 刘谦身价可以说是疯狂飙涨 谢谢 谢谢刘谦 谢谢 虽然大陆网友不断尝试破解刘谦的魔术 想把它比下去 但刘谦完全不受影响 身价越来越高 这连今年央视春晚表演上的置入性行销 都创下天价 仔细看 刘谦这样喝了一小口果汁 就让厂商乖乖送上六千万台币给央视 看来刘谦旋风在大陆可能还会时事发烧 好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海家新干线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台湾海市经贸考察团一行二十人抵达福建考察 福建省台办举行海峡西岸经济区政策说明会向考察团推荐 首届海峡两岸门南文化节的重头戏门南文化论坛 在中国米台团博物馆举行 下期内容稍后为您送上 好欢迎回来 带您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来看福建方面 台湾海西经贸考察团一行二十人 二月二十七号至三月二号来福建考察 三月一号上午福建省台办举行海峡西岸经济区政策说明会 向考察团全面介绍了福建加快海溪建设的情况和举措 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员副委员长许家路等领导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会上福建省发改委福州市政府等有关部门介绍了海溪发展规划及政策配套 福州投资环境及优惠政策 最了解考察团此行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考察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2月28号下午考察团还实地考察了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福州市的开发园区 距离台湾只有67海里乃至最近的这个地区 将来说明两岸之前的快船 气垫船 交通 它这个地方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福州的枢纽的这个地方 台商也想多了解一下海溪这个区它的优势在哪里 希望将来能够共状双赢 此行前来考察的成员都是台湾各行各业的精英 他们表示福建的发展日新月异 政府又赋予了新的政策 此行要深入的了解寻求共识 共同寻找海溪建设的商机 首先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今天在泉州圆满闭幕 文化节期间举办了多姿多彩的系列活动 包括一场闽南文化论坛 论坛于2月28号在中国闽台园博物馆开讲 由泉州市人民政府台盟中央中华闽南文化研究会等部门联合主办 诸多两岸知名学者参加了论坛活动 本次闽南文化论坛以闽南文化的新视野为主题 来自两岸文化界的知名专家学者 围绕如何认识整合红阳闽南区域文化的话题 一同追尊自援 共同探讨如何加强两岸文化认同的有效措施 论坛采取嘉宾主讲并结合现场互动的方式 交流研讨氛围浓厚 愈会专家表示 当下如何利用认识闽南文化并发挥它的作用 这是本次论坛的关注点 希望能注入新的时代元素 让闽南文化得到生长 红阳和尔传 我认定在这一个的论坛能使得两岸的交流更加的互动 今天这种这种机会也就是这方面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论坛上学者专家宣读了高性量的论文 内容涵盖了闽南方言 尊俗 宗教 文学艺术 建筑 闽南的人文精神 以及闽台的渊源等方面 我手上这一本厚厚的论文集汇聚了闽台文化研究的精华 两岸的专家都提到 台湾文化是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延伸 闽南文化也是闽台一家的佐证 期待能够透过这一次论坛 共同的促进闽南文化的发展创新 东南卫视记者 全州报导 好了各位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前的收看 在东南晚报之后 欢迎您继续关注22点50分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我是韩哲 明天晚上10点钟我们再会